这一段是没办法说的说话 但很可能是爸爸妈妈最盼望听到的心声 八岁的永宁不懂说话严重自障 常常无故突然发笑还流口水 因为他患了罕见的天使综合症 基本上没什么治理能力 早一两年可以自己吃东西 我开心得不得了 可以自己一斤一斤排在口 永宁出世七个月 无英健康院发现他邪屍 又不能够坐正 怀疑脑有问题 医生就劝爸爸妈妈带他详细检查 不是呀 他很精灵的 笑吃就笑的 又没什么 只是睡得差 吃得不好 可能我们身手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而已 初过半年 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看到他的成长线 一路一路越输越远 彷彿任何的智慧 都不足以形容这对父母的心情 未确诊之前 带着泳宁找个无数的医生看 中医、针灸、摘医、物理治疗、职业治疗 这些机会都不放过 其实过程都很漫长 很旁旺 很痛苦 每一天回到家 你会看到桌面有十张卡片 告诉你哪个名医、哪个医师好 哪个医生 水盐、垂底 然后有什么治疗都会试 中医、针灸 经常摸门钉 无功而患 经历最难捱的年纪时间 最终验DNA才确诊天使纵合症 因为第15号染色体的基因受到破坏而引起 病发率是一万五千分之一 在香港每年大概有三至五个确诊病例 主要病征包括发育持缓 不懂说话、行路不稳、抽筋、邪事、口部宽阔 和常常都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八九成天使纵合症患者都常常抽筋 这个就最令家长头痛了 我试过在家中抽筋的时候 试过真是反了白眼 所有人都紫了 曾几何时都试过 也有想过以为他就这样 真的抱着他就走了 我试过突然间急烧 由三十几度到冲到四十几度 五至十分钟之内就冲到四十几度 然后就直接休闲 我那次就立刻抱他下去 就打算送他去床所 在途中五分钟的车程 他已经休闻下了 就像个癫痘那样抱着女儿 冲进商场里 就这样叫人帮忙 一幕幕惊心动拍的画面 阿祖和Josen记忆犹新 每一次幸运回来 都还要面对无止境的困局 有时有些技能会失去 譬如有些明明吃到自己可以吃东西 抽筋之后 他会倒退 他就做不回那样东西 他也是 他本来可以去试试 可以去party洗手间 做得到 那时候 然后抽过一匙匙之后 不肯再坐在厕所 泳宁的痛感低 而且非常倔强和坚持 例如他很想人铺 不得逞就会摊起地 拍打 自残 直至到爸爸妈妈就饭 甚至要见到血才肯收手 我们采访时 他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能力 他的智商大约有两至三岁 因为某程度上他自己表达不到 他想要一样东西 或者想做一样东西 但他做不到的时候 他在情绪上就会失控 有很多病 勞心努力照顾小天使 造成因此 就会出了很多病 悲出血 医生跟他说 你怎样忍得那么疼 都忍到你会即刻要去 输血 即是要去 要去贫血 你即刻要入医院输血 然後她又不肯 她說不行 我要接女朋友 她說我不可以進醫院 她說你只要給一些藥丸去吃 又試過面癱 你也知道她覺得抵抗力可能開始差 面癱又是立刻針灸我 她說我最重要是快 我最重要是快康復 臭了一年 老了十年 幻想罕見病固然是驚驊 照顧罕見病更加不足為外人道 單單說每日刷牙 已經需要兩個人一起驗震以待 因為泳寧每次都會大喊而且極力掙扎 為了照顧泳寧不單要整家周圍搬 提及扶手閉路電視 家裡很多的設備都為她量身訂造 要照顧這個小朋友 你一定要多方面嘗試 無論你是去玩還是去吃還是去做訓練 你也要補一個心態 你要試不同的東西 不要怕失敗 亦都要裏大裏短 但出街以後多人又逼 帶小天使出去真是談何容易 我們自己都會想辦法 我不會因為這樣而大喊 我們便吃探查 人少一點 選人少一點的地方 去遠一點的地方吃 我們勇於嘗試一次包場 因為怕影響人 所以我們嘗試包場 請所有天使小朋友一起去 每一個家庭都會有自己自身問題 每一個小朋友都會有些聰明 有些不聰明 有些好 有些不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無論是 什麼情況下 我們都一起去走這道路 有什麼重要得過 可以自己整家人 開心心 齊齊整整 一句句刻薄的說話 一道道不善的目光 直刺入每個天使家庭 有些人以為你在騙人 有些人在裝慘 有些人以為你在拿著素 希望透過會去做多些宣傳性的事 教育性的事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有很多冷言冷語 甚至乎有很多負面的批評 聲音其實都是不好受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以前那些家庭就會躲起來 會收起來 我們就會採取一個積極的態度 我覺得就是 我們不是要改變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但起碼我們要告訴自己 告訴自己身邊的同僚人 我們走好去因為她有這個病 而是要去看照自己 很介意別人去看女兒的目光的時候 連你自己也介意的時候 你女兒會有什麼感受呢 當詠麟還未確診的時候 阿周就意外駝堤二胎 他們很擔心很難照顧多一個小朋友 更加擔心的是乖病又會再出現 經過多番的掙扎和檢查 終於衝破心理慣口 決定生她下來 幸好妹妹Cherry的降臨 為這個家庭帶來很多正能量 在她們小時候 有親友就建議不如分開兩姐妹 以免影響妹妹的成長 姐姐的出現是對她有 或多或少有些負面的影響 她試過回了一年學 沒有說過一句話 因為姐姐不說話 姐姐就是她模仿對象 所以她不會有意識姐姐有事 她只是覺得我也是這樣的 譬如她吃飯 姐姐也覺得為何我不能餵 她像董非董的時候 姐姐也有得抱 為何我沒有得抱 她自己走 她現在長大了就懂事了 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可以去旅行 你抱了姐姐四天 你抱了她四天 你抱了我四分鐘 你記得自己還有一個女兒嗎 我那次笑死我 兩個一起爭要爸爸抱 但最後誰贏 一定是姐姐贏 因為她自己會傷害自己 難道她又坎頭埋牆嗎 我記得早一年 她剛剛懂得聽 明明一點 我們帶了她一起去教會做分享 我們都沒有在意 原來她沒有完全聽過我們的故事 她那次坐在教會上 她回到來哭 她說 她會很像是姐姐 她說 原來你們這麼辛苦 當初陀著泳寧 她們有很多期望 看很多書 找很多資料 讀什麼學校 將來是怎樣 不過最終得來這樣的局面 她們形容當時是跌落谷底 她們也不可以接受事實 沒有得醫的 沒有藥的 她會一輩子就是這樣 很灰 全部都是負面的 那怎麼辦 我還是很封閉 不敢告訴別人 不敢面對面說 你聽得出她 她不敢那麼傷心 但你知道她很傷心 我好像很輕如淡死地說 但其實是很沉重的事 因為有泳寧 我們真的經歷風浪 可以說 教養Cherry的心態 改變了很多 到Cherry出生 你會覺得 其實這麼強求什麼 你強求什麼 你要什麼 你為她鋪牌 她也未必是 說是那個不是你 明明要很緊張的事 我們都會很淡然 很順天而行 跟大部分的罕見病不同 天使綜合症患者的壽命 和一般人是沒有什麼分別 反而這個就最令家長擔心 她們會很擔心 經常都說 遲你一天 希望 兩夫婦為天使綜合症成立基金會 希望找同路人一齊互相扶持 我共融的精神 雖然我未必知道你的病是怎樣 未必知道你有什麼需要 但起碼我對你可以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與之同時也鼓勵一些病患家庭 不要藏起自己 當你自己不藏起自己 你可以很主動地告訴別人 你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別人才可以幫到你 作詞文言 感谢观看